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听 周杰伦的线上演唱会 时隔这么多年 再看还是很吃汗 一开口就听得无数人鸡皮疙瘩直冒 相信只有他 也只能是他 才能让重映演唱会热度这么高 很多人都纷纷表示 怀念演唱会现场 怀念大合唱 周杰伦可谓是火遍全国 而且在海外市场 周董那是一样不差 今天就有一个词条霸网热搜 周杰伦在海外到底有多火 那是火得一塌糊涂 很多国外友人都纷纷表示 听到J的声音 DNA瞬间动了 一首歌就能带领所有人的青春涌动 周杰伦哪来这么大的魔力呢 周杰伦1979年1月18日出生 台湾新北人 左基福建省永春县 是华语男歌手 词曲创作人 编剧极制作人 周杰伦四岁的时候 母亲叶惠美就把他送到音乐班学钢琴 然而再度初二的时候 父母因为性格撲合的原因离婚 而他也一直跟着母亲生活 因为天赋异禀的关系 中学的时候他被第一届音乐班录取 但是高中毕业之后 两次报考台北大学都没有被录取 于是周杰伦来到一家餐厅打工 但是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该如此 在思量很久之后 周杰伦还是做出了继续搞音乐的决定 但是哪有什么一蹴而就的梦想 他的成名之路还是很坎坷的 一开始只能在别人的录音室里打工 还一边坚持搞创作 这样默默无闻的他 简直就是个小透明 但是却被刘更宏给瞧上 那时候的刘更宏刚加入修比都花 对这个性格内向的弟弟很是照顾 不仅精神上鼓励他搞创作 还让他住在自己的录音室里 周杰伦回忆刚签约的时候 吴宗宪就希望他三天写十几首歌 这是给他布置的功课 周杰伦也很卖力 很期待自己写的歌被录用 因为只有这样才有钱 才可以拿回去补贴家用 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 他甚至都不敢回家 会一直住在录音室里 周杰伦还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一定要赚到马内 让家人过上好生活 因为父母的辛苦操劳 他是看在眼里的 这是他坚持创作音乐的一个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家人花费了太多的学费 从小就供他学音乐 所以他想要有所回馈 能让他一直坚持的信念就是 不要让家里的人失望 妈妈很希望他可以考上大学读音乐系 但是两次他都没有考上 所以周董很清楚 自己不是读书的料 别人都是疯狂看书的时候 他一门心思只有想去外面打球 于是在还没有出道的时候 他就写了一首蜗牛 就是觉得自己有一天一定要在山顶上 所以他会不断往上爬 但是这首歌是写给别人唱的 还得感谢那些人没看上这首歌 要不然他还没有机会唱 就连双结棍也是别人嫌弃的下来的 虽然跟吴宗宪有合作 但是他算不上周董真正意义上的伯乐 他欣赏周董写的歌 但是他说没有人可以唱 我想其中的意思大家不会不明白 直到后来谐星杨俊荣加入他们公司 周董还以为公司要转型 还以为自己也要走谐星路线 但是杨俊荣在听到他的歌后 就说他的歌别人不用唱 还建议周董自己来唱 当时的周董还在想着怎么可能 他只会写歌当歌手有点唐突 但还是自己失了一事 有天唱片公司来了很多大老板 但是性格内向的周董太紧张 不知道该唱什么 还是刘更宏推荐他唱黑色幽默 说是这首歌很有他的味道 毕竟之前的情歌都很正经 谁会用你的脑袋有问题这种词扫 但是来的老板都是一些外国人 也只能听一个旋律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周董就唱了一遍 但是台下并没有什么反应 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创作不够出彩 但是刘更宏直接点出 是他声音太小 还鼓励他再来一次 而且第二次机会 还是刘更宏求来的 那个时候的他说话还是有微信的 于是壮着胆子 周董又来了一遍 没想到那些老板眼都亮了 是金字总会发光的 周董就这样有了机会出片 主打歌可爱女人就这样出来了 那个时候他才发觉学钢琴是对的 作为华语乐坛顶天的男人 周董通过不考虑评测的模糊咬字 成功解决了汉语四声 和英语升降调的违和感 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黑人音乐的韵律 自打之之后 华语歌就有了新的方向和起点 金曲奖也好像星周一样 他拿到的金曲奖加起来 可以让地球一圈了 第二张专辑范希特爆火 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创作 极具想象力和创作力的起作 横扫了东南亚的所有音乐奖项 年仅24岁的周杰伦 成了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亚洲男歌手 在很多人看来 他的音乐主宰甚至改变了亚洲音乐 然而这还不是周董的巅峰 几个月后的新专辑夜惠美 被不少人认为 那是他最成功的作品 周达许以富之名 在超过50家电台首播 达到8亿人收听 首播的当天 还被人习称是周杰伦日 周董其实真的很可爱 他在谈到这些成就的时候 回忆起了去到的几个颁奖典礼 有一次他还带上了外婆 一度觉得自己很牛 当然周董有这个资本 因为那个时候他就入围了很多奖项 至少可以上台讲讲话 可以感谢一下打小就对他照顾有家的外婆 但是结果什么都没有 周董当时就觉得很不爽 但是摄像机在拍 他还要很开心 周董一度觉得演艺圈好虚伪 于是写了一首外婆 从出道到现在 无数家座营绕鱼儿 各种奖项也是拿到手软 但这些还不是周董最厉害的地方 其实周董在出道的时候 唱片也已经出现了低谷期 但是周董凭借一己之力 硬生生将爹是拖了十年之久 而且还是最积极的方式 在西方 说唱最开始的地方 没有一位歌手不惹是声飞 没有一首嘻哈不出口成桑 但是周董这么红的这么干净 一直是他们比较不解的地方 而此周董的很多歌还被选入高考试卷 已经封神的周董 其实一直跟我们普通人一样 出生在普通的家庭 甚至还遭遇过父母离异 成绩平平 长相也很普通 他甚至还是隔壁家的妈宝男 还是公认的宠妻狂魔 认识昆琳还是源于电影《清风侠》 当时周为了给导演接风洗尘 就在好友的夜店里开派对 昆琳当时是跟朋友一起参加的 一身黑的昆琳 一出场就吸引了周董的注意 后来有现场的朋友回忆称 那天晚上周董完全把导演晾在一边 全程在陪着昆琳说笑 还便魔术给他看 这小心思在场人都能看出来 细数周董的历任女友 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说 昆琳都不是最好的 但是她却偏偏成了周太太 如果要找原因的话 只能说她是最合适的那一个 周董是很依赖母亲的 昆琳也同样尊重她 据一些网友爆料 有一次周董带着女友和妈妈 一起去北海道旅游 不料周妈妈在学地划到扭伤 全程只能靠轮椅出行 昆琳不但不嫌弃 还一直陪伴在周妈妈身边 担心周妈妈坐轮椅腿会了 昆琳就把围巾摘下来 裹在她腿上 不仅让周妈妈大为感动 就连周董都认定了这个女孩 正是昆琳的温柔懂事 让她慢慢走进了大男孩的心里 两人的恋情才发展这么迅速 如今已经40岁的年纪 但是在专业的领域 周杰伦永远充满傲气 一如当年那个少年 他让一代人拥有了完美的青春 当人问到他怕不怕没人听他的歌 他却回答说 其实不再怕的 我比较害怕的是 你们还没听够 我就不能唱了 正是这样宠粉 爱粉的方式 才会让大家一直深爱着周董 不知道观众老爷对此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观众网页们的观看 关注我 我们下期精彩节目再见